《雅廉坊大馬路》 這個街名古典有別致 原來與認識的一位葡國官員物不可分 這個人就是美基瓦利亞加 他在1802年來澳門擔任議事庭判事 即是治安判事相當於檢察官 根據當時的習慣 華人會以中國官員的官階名稱 直接翻譯葡國官員的官職 因此就引用宋元兩朝的廉坊使者官職 將美基瓦利亞加稱為雅廉坊 雅廉坊在澳期間對華人相當友好 建立了豐公遺跡 先在澳門推行牛斗疫苗接種 右船在中國和歐洲之間 防止英國佔領澳門 保住澳門的自治地位 厚利坑出錢出力 協助清廷 降伏著名海盜張寶仔 雅廉坊最終在1824年病世 並長眠在澳門 數十年後 當澳門開闢城牆外的主幹道士 將其中一條命名為雅廉坊大馬路 以作紀念 雅廉坊大馬路本身就是望下村的鄉郊田 清朝末年 扶雙唐麗泉在這裏收足了唐家花園 它和勞念藥花園 張園合稱為澳門三大名園 據記載 唐家花園的大宅是設計華麗的三型古式大屋 花園採用了仿蘇洲食圓林的設計 除了花草樹木之外 還有鄰村的石山 風景非常優美 後來澳門政府在19世紀末 到20世紀末 收足那區的路亡 在唐家花園前面開飛了美副像大馬路 在園裡後面開飛了雅廉坊大馬路 左邊開飛了碧拉街 右邊開飛了高地護街 形成了奇幻隔壯的一個街區網 時局東當 白雲蒼狗 抗日戰爭後的唐家花園 早已退去昔日光輝 後來隨著城市發展 花園不同部份都被拆建來用 如今指證黑有藤方意志的 青石板門額 依然押立 成為雅廉坊大馬路的一處歷史見證